证据在这里 就凭这些 当然不止了 事情办好了之后 你就立刻离开 一秒都不要停留 不 不报保险吗 可我就这么离开 能不成了肇事同意了吗 别啰嗦 做完你该做的 不然真的出了事 全部算在你的头上 你没想到吧 我父亲十七年前的手机上 还保存着这些录音 要不然 加个变声器 给您对比一下 就凭这些录音 就说我谋财害命了 还要把十七年前的车祸 扯到我的身上 那如果 庄心炎的车祸 也是二次撞击呢 我也是那场车祸的亲历者 承认 承认吧 无论是十七年前 我父母的车祸 还是心炎的离去 认罪 是你最后的归途 你休想 彩轩小姐 认错吧 林光一 连你也 认错 认罪 找回自己 这是董事长 离开我们的时候 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没错 我什么都没做错 彩轩 这是我留给你的第一封信 也是最后一封信 我给你留了十七年的时间 总想着 你能来到我的身旁 承认你犯下的错误 但是我没想到 足足十七年 我还是没有等到 你的信物 彩轩 认错吧 承认当年 你是因为 妒忌你姐姐的能力 妒忌你姐姐一家人的幸福 你才跟踪他们到国外 在最不应该的时候 将他们一家 推到了大海里 我和你林叔 当年就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 但是 你别忘了 我是你的爸爸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的想法 又怎么能不知道 你对你姐姐一家人的妒忌 愤怒和怨恨 怨恨 不是杀人的理由 你对你亲姐姐下手 是星辰流落 你让心眼失去了父母 可是 可是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 我不能再失去 家里你这个最小的孩子 所以 我就违心地 把这一切都隐瞒下来 十七年来 我苦苦地支撑着庄稼 替你隐瞒着这个天大的秘密 我和老龄 祈求着 你能早日醒悟 但是我错了 我不仅没有等到你的忏悔 反而祝了你变本加厉 你不仅害了心眼 还把矛头对准回来的星辰 彩璇 我的女儿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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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我曾经 严苛地对待年幼的你 但庄稼 始终视你为家里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庄稼家家破人亡 你才甘心 彩璇 回头吧 回头吧 不 你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 是你 都是你害了整个庄稼 你 你 你不配当我的父亲 你不配 你不配 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吗 想知道真相是吗 是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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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前的车祸 庄心妍的死 全是我做的 那要怎么样呢 彩璇 我不想要这个庄稼 我想 让这里的所有人 全都家破人亡 我恨你们 我恨这个庄稼 妈 妈 都看 妈 妈 星成 好 你 我 看你 我看你 你 你